线上教学的意外求生术 疫情影响了实体课程 My Weekend Plan烘焙工作坊无法正常授课 原先熟悉的模式突然失灵 Brian只好顺势转型 通过直播及视频教学 搭建烘焙线上课程模式 为了让线上学习的氛围更加方便简单 他们也为学生提供烘焙所需的材料 记得有一天 我们要送差不多60个包装 一天 然后我们的书夫 我们就用了一个驾驶 所以他就从早上送到下午 还没有送到完 我们就很奇怪 因为我们之前有算过应该可以的了 可是因为当天是下大雨 到了晚上十点 有一些学生还告诉我 还没有收到 我就打电话给驾驶 他说还在送这还有十多包 到另外一天 一送到客户那边 那个材料已经坏了 因为晚上的时候 他没有放进冰厨里面 从中我们其实学到很多 我们也了解到 其实运输对于一间整间的 整个产业链来讲 是很重要的 因为没有了时间地点的限制 而且可以反复观看 让 My Weekend Plant的烘焙线上课程 开始大受欢迎 线下转线上 从直播教学到视频教学 影片画面 画质 收音 灯光 都会影响学生上课的感受 新手从零开始 影片制作成了他们最大的挑战 要拍摄一个好的视频 或者是好的直播 其实需要的是两个点 一个就是好的摄影机 第二就是好的灯光 那时候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在学习 选一个好的摄影师 我们就去上网去学 灯光就是让我们最头痛的那个部分 导致我们其实用了一个月时间去摸索 都还没有呈现到最好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怎样去解决呢 我们还是找比较有经验的一个摄影团队 让他们来教导我们 培训我们的自己的团队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当我们开始新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毕竟要经过的路 网络之大 线上课程如此竞争 吸睛的影片可以留住粉丝的视线 社群软体是宣传最快速的手法 做好口碑能让学生一眼就看见你 其实在做这个方便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学习 所以我们先从国外学习 所以你看到现在My Weekend Plan 我们有的一些视频 其实是已经经历了无数个小时 熬夜都要熬到一个好的一个视频出来 我们从国外看到的 不一定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 参考的确只是一个参考 也是要看回去马来西亚 我们的学生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用这数据分析 每一个影片上载了过后 一个月过后我们再看它效果 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更加好的决定 就这样My Weekend Plan的面子书粉丝人数 在一年间从16000人暴增到16万人 平均每个视频也有数万人以上的点击 公司业绩更剩一钱 因为疫情他们被逼转型 却意外看到线上教学的无限机遇与可能 现在线上教育市场正在快速扩张 我们又该如何在新常态下 抓住无限商机呢